烧烫伤的患者在病况稳定之后 清疮跟直皮是恢复的重要关键 而伤者需要在全身麻醉的状况下执行 麻醉科医师说 大面积烧伤的患者会遇到六大难关 其中最大的就是缺氧问题 烧烫伤患者如果有皮肤大面积受损 或吸入性灼伤等因素 在清疮与直皮治疗时 将会面临插管 缺氧 休克脱水 营养与低体温等六大难关 最大的困难应该是缺氧 因为这一类的病人本身 烧烫伤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肺部都已经受伤了 再加上麻醉的状态 再加上有可能 他因为已经有并发一些感染 而造成肺部的功能越差 所以第一个最困难的 其实是要把它维持一个 因为它容易缺氧 所以我们要把它维持一个好的氧气浓度 除了缺氧之外 颜面烧伤也会增加插管难度 当体表面积损伤 身体会因为肾水而导致脱水 同时手术过程中的湿血 也将造成低血压 这两个因素都容易导致患者休克 直皮清创手术的时间长 过程中如何补充营养 也是重要课题 第六关低体温 则是当皮肤大面积受损 无法调节体温 体温散失快 死亡风险因此增加 我要用温床 包括用烤灯 包括用吹热风的温背 再加上把整个开刀房的 环境温度提高 大多数的病人 即使在我们这么努力的维持之下 他的体温大概都还是会下降 大概一度到两度 尽管烧烫伤治疗的每一步 都隐藏着层层关卡 但医疗团队仍不畏挑战 在守护生命的前提下 尽全力给予患者 最舒适的医疗环境 大爱新闻黄县郭嘉旭 台北新店报导